大众总是以为幽民众生就是地狱众生 其实是不对的 农历七月即将进入尾声 民间相传 鬼道众生要回到地狱去 鬼门将关闭 这样的说法大家都知道 但此说法是否有其根据 似乎鲜少有人去考证 地狱道的鬼众和幽民界的众生 两者间是有差异的 法师提到其不同之处 所以说我们会常讲 开地狱门让鬼出来 这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 鬼道有鬼道众生 地狱有地狱的众生 地狱它是极苦的世界 每天在地狱的众生 都是那种下油锅上刀山 或寒冰地狱或火焰地狱在烧的 甚至于有的是被肢解身体 有的是被那种剥皮的 每天在受这种 那种自己所造的恶果的苦行 你第一门一打开来 他跑出来 你说你叫他7月30号 再回去报到 你说有可能吧 是不可能的 出来这么辛苦 这么快乐 有吃又有拿 你叫他7月30号 他自动回去地狱门 报到 那又把地狱门关起来 这个逻辑是行不通的 所以鬼和地狱是不一样的 鬼它是 还有点福报 有福报的叫做神 没有福报的叫做恶鬼 第三天第四天 到28天 它们都是空击天的 所以说在地球上的这些鬼 是因为福报 障碍 没办法离开地球 所以和人类重叠 它有这个鬼的观念 但是鬼 要让显形让你看得到 在经典里面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你有天眼通 所以说你和它有大烟醋 没有鬼 来害你的话 鬼也是在造恶业 它造这个恶业来害你的话 它会从鬼倒落到地狱道 所以鬼它反而更不会去害人 因为鬼它知道有地狱 那人没有这种智慧 不相信地狱 所以反而会造恶 所以以我来讲的话 我是怕人不怕鬼 因为我知道鬼的情形 鬼是不会害你的 有的鬼还会帮助你 那人道 这人道里面的鬼太多了 吸毒也好 做监犯科的也好 抢劫的也好 这些都是人道的鬼 我们怕的应该怕追接 那我们救的也应该救追接 我们应该让它气候相战 从鬼性里面转成人性 那是整个社会上 所有的人的责任 不是法律的责任 疑心生暗鬼 人心的猜忌和斗争 有时比鬼更可怕 人怕鬼 但鬼更怕人 法杰新闻五庸区 高雄采访报导